今早的AT个股推价是腾讯700 简选原因是公司11月16日会公布业绩 根据彭博综合预测 腾讯第三季的收入是1425亿元人民币 按年持平经调整的盈利跌4%至305亿元人民币 市场现时估计了 腾讯第四季度经调整盈利可以重拾增长接近3% 公司自7月开始推出视频号、讯息流广告 以拓展市场份额和提升盈利 另外内地媒体指纳腾讯会议部分功能已经对个人用户收费 之前的软件一直是免费给用户使用的 腾讯昨天收报227.4 升了21.8 升幅超过10% 策略上自6月27日Nespers计划减持腾讯的消息公布后 腾讯的股价至400.2 最多累计跌了50% 近日在200元水平有承接 反弹先上网10月中的低位大约240元 升穿在上网至6月延伸的下降轨大约280元 但股东无上限减持 未来仍然会继续制约腾讯的反弹空间 其他风险还包括美国加息步伐 以及内地经济复苏的进度 现时的市况反复 博反弹适宜建好就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